江湖传闻 新亿安屯门七一色 说的是屯门由新亿安社团的势力独霸一方 但谁能想过 屯门虽然没有其他社团染指 却是内讧不断 极精益主 他是现任的屯门化石人 谁能想到 他曾经只是一个背景不够硬的小喽啰 却能靠着自身能力 硬生生地将盘踞在屯门的老大赶下台 他就是新亿安的屯门化石人 肥杰 在早期 新亿安能固守屯门 不让其他社团的势力燃止 李志强与黄天宋两个人的功劳最大 但李志强与黄天宋两人千身不和 虽是曾经并肩作战 却也是一生之地 新亿安站稳屯门后 高层在选团门化石人的时候 由于李志强入会较早 且是社团有史以来最早的魂棍 因此选择了李志强 江湖人称之为团门之虎 而对社团的贡献 以及能力 与社团旗鼓相当的黄天宋 却没能捞到一点好处 因此极为不满 这便为李志强与黄天宋 日后反目成仇 埋下了伏笔 毕竟长言道不换寡而换不屈 李志强坐下的头马便是博荣 而黄天宋的得意门声 则是肥杰 李志强上位后 与黄天宋的摩擦不断 黄天宋没少被打压 因此肥杰也跟着被打压 在1990年 李志强即将被捕入狱之时 把屯门化石人的位置 传给了自己精心培养的门声 伯荣 李志强入狱七年 黄天宋与伯荣相安无事 带着肥杰做起便分生意 生意红火 师徒俩大赚一笔 可在李志强出狱几年后 黄天宋与李志强的矛盾激化 2001年 黄天宋到东贯出差 黄天宋派出肥杰 带着东贯张子强等一伙人 行刺李志强 李志强被东贯张子强等人一翻乱设 身中五发 成了终身残废 从此退出江湖 而在东贯张子强被捕后 黄天宋自治事态严重 带着肥杰逃往欧洲避难 李志强与黄天宋相继离开 博荣稳坐屯门 另一边 到了欧洲的黄天宋 带着肥杰重操就业 在当地做起面粉生意 由于渠道优势 物美价廉 生意极为红火 靠此赚得盆满钵满 2005年 阿姆斯特丹的街头 黄天宋带着肥杰到街头吃大排档 突然间 路边一辆武林红光缓缓驶来 车里几个蒙面大汉 手持AK47对着他们俩人一顿乱喷 肥杰对黄天宋忠心耿耿 一看到情况不对 就将黄天宋推开 自己伸中两发 黄天宋被推开后 立马往巷子里跑 可毕竟AK47还是比较快 一代枭雄 就这么被人结果掉性命 当然 黄天宋的死没有下吻 也不知是面粉生意太过红火 触动了当地势力的利益 还是来自黎智强的报复 但早期在屯门上尉的两位大佬 以一死一残落幕 开启了新的篇章 肥杰的伤痊愈后 结束掉当地的生意 带着黄天宋的骨灰回到香港 并且为黄天宋 搞了个世纪葬礼 肥杰此举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大佬风光大葬 第二个目的则比较实际 便是为了向江湖宣布 他肥杰要回来屯门发展 这也意味着屯门即将再起风云 博荣无法再在屯门 一家独大 肥杰在海外做了几年面粉生意 腰缠万贯 在金钱的号召下 很快手下就聚集一批能打能拼的马仔 肥杰原本也是红棍出身 跟在黄天宋身边又学到不少管理经验 能文能武 因此当老大也是一把好手 很快肥杰带着马仔与博荣这一方 展开一番厮杀 双方活并之时 肥杰手持两把重达六十四件的鲜花斧 身先士卒 杀入博荣这方人群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所向披靡 那不要命的狠静 杀得博荣这方节节败退 毕竟肥杰也算是半个 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人 就这样肥杰不但夺回原本黄天宋在世的地盘 还吞并了不少博荣的地盘 新衣安高层见此状况也是头疼 双方都是新衣安的人 此时内讧 日后难免会被其他社团趁虚而入 于是出面调停 最终谈判结果便是肥杰与博荣 以青山公路蓝地段为界 两边各管理一方 如果真有纠纷 就到屯门街道的一块空地上去单挑解决 肥杰是手底下都是年轻的精神小伙 因此则从原来的面粉生意改为完仔生意 而博荣依旧做面粉生意 并且他占据地利 还能到码头菜市场等地收取保护费 2012年 博荣与太太双双入狱 据说罪名是跟洗米花一样 涉案金额很高 接近三千万 因此 博荣被判入狱五年 博荣一走 肥杰也毫不客气 带着手下在一年内 将博荣的地盘吞并殆尽 只有傅泰村的生菜还对博荣忠心耿耿 不肯屈服于肥杰 生菜是新衍安元老苏牛的门生 一直跟着博荣做事 他不仅年轻还有一身高超的武艺 因此有了诸多依仗 肥杰虽是强悍 生菜也是不服输的 肥杰已经吞并博荣大片地盘了 也不差傅泰村这一块 反倒是生菜多次主动出击 与肥杰这一方摩擦不断 2013年 肥杰与生菜的矛盾 到了白热化阶段 双方众目睽睽之下 互相厮杀 在街头焚车等等 无所不用契机 引来群众侧目 社团高层也是头疼 双方打得这一半你死我活 再打下去 怕是要乱成一锅粥了 赶紧出面挑紧安抚双方 2013年10月 与肥杰同为黄天宋门生的 胡德超结婚 新衣安大总管林江 出席胡德超的婚礼 不少社团高层 也纷纷到场祝贺 算是给了肥杰面子 2015年 生菜大楼苏牛的女儿结婚 新衣安龙头向华炎 更是亲自到场祝贺 同时给了生菜与苏牛面子 2015年10月 大总管林江在尖沙嘴白酒 宴请各路江湖豪杰 其间公筹交错 毫不热闹 酒过三巡 菜顾五味 大总管到台上高歌一曲之后宣布 肥杰为新衣安的屯门化石人 酒桌上的江湖人士 有的大声叫好 有的却低下了头 肥杰则拿着一瓶82年的拉菲 辗转各个酒桌之间 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频频敬酒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